《云香传》是由毛晓彤和陈晓主演的江湖奇谋剧 讲述了偏偏公子云香背负血海深仇和云台门中使命步入江湖 结识了几位好友 众人在波鬼云爵的江湖纷争中捍卫人德与心中正义的故事 《云香传》即将收官 在最新剧情中 福王终于自爆了自己的云台门主的身份 众人难以臣服 不肯与福王同流合污 福王只能杀一井百 福王彻底把解云台和陈渊 想为己所用 为篡位谋反增加筹码 然而陈渊门主听了女儿寇连一的建议 打算跟云香合作除掉福王 而寇元杰以为母亲要把门主之位传给姐姐 所以对自己的母亲陈渊门主动了杀心 跟南宫放合作 抢夺陈渊门主之位 寇元杰为了跟南宫放合作 竟然出卖姐姐 给南宫放一瓶是心散 让姐姐失去清白 成为南宫放的女人 南宫放给寇连一下了毒 因此想玷污寇连一 寇连一差点被南宫放玷污 不过好在寇连一早有准备 南宫放才没有得逞 寇连一才知道南宫放对她不感兴趣 原来是为了做做样子羞辱激怒云香 然而南宫放的结局 果然没让观众失望 虽然留着南宫放的狗命还有用处 但对这个阴阳怪气的南宫放 寇连一丝毫也不会心软 暂时不杀她 但可以废了南宫放 把她变成真的太监了 作为云台门主的弟子 虽然她跟云香一样天资聪颖 两人不相上下 可就是入不了门主的眼 南宫放这个人 自诩比云香更胜一筹 处处与云香相比 她极度云台门主 对云香比对她还好 甚至违背门主想除掉云香 总而言之 南宫放的结局 终究是没有好下场的 从她选择浮王就已经注定了她的结局 浮王的结局就是她南宫放的下场 沦为浮王的弃子 沦为乱臣贼子 最后死路一条